第一次檢討我婆婆的時候 讓我影響最深刻的是 所以婆婆是以前就 英文也是 英文自己學 或者還是工作 因為我的學校有那個 同事是從加拿大 所以我們跟他很要好 然後都常常有聊天 對啊 好國際合作 我們是ABC 剛剛講兩個英文代表 對啊 還有 Conversation 好棒的單字 很習慣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很驚訝 因為在台灣 這是我的第一次 可以用英文跟婆婆媽媽聊天 所以我覺得很舒服 很輕鬆 而且也比較不會看前面 可是妳這樣就沒有辦法 跟妳老公講婆婆的話 妳看牌都可以 對 沒有 她是 Lady是跟她老公講法文 她是跟她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因為比較不會有看見面 不知道要說什麼的壓力 是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很開放 因為她問我很多問題 有關我的家人 我的習慣 我的國家 然後跟我分享了很多東西 介紹台灣的文化 台灣美食 所以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問我老公 那妳媽媽覺得我怎麼樣 我老公告訴我 我媽媽說妳真的很漂亮 真的看起來很像洋娃娃 然後她還問我 因為她去很多國家旅行 妳確定她在 我聽到這個 我覺得我婆婆好可愛 真的 接下來我要問婆婆 因為台灣人一般的印象 都知道 然後法國人比較會好相處 有個性... 所以當初妳兒子跟妳說 她叫一個女朋友是法國人 妳有什麼樣的想法或者是 一開始聽兒子說 她交了一個法國女朋友的時候 我就提醒我兒子說 中外的那個思想 文化觀念 文化觀念 各方面都差異滿大的 妳自己是不是真的 做好心理準備 然後自己心裡 是不是真的有調適過來 然後我也一直提醒我自己說 妳不要管太多 不要干涉太多 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了 然後再來就見面的時候 原來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怎麼長得有點像 安海色違 對啊 來不及時後 安海色違 然後經過交談以後會覺得說 她雖然是外國人 可是她那個 很知道要重視長輩 然後家庭的那種 倫理觀念 也很親密這樣子 對 那她第一次跟你見面 有露出法國的那個 高傲的個性嗎 高傲就有這樣嗎 連我都帶LV 那個是... 那個是妳去巴黎玩 人家對妳不理妳 然後沒準備 妳那意思是說 穿桌坐下來 媽媽是哪位啊 沒有耶 蔣時代 因為我們以前 對法國的那種 傳統印象 就會覺得說 法國女生就是 然後很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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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真的見了面相處以後 怎麼不會啊 那妳有請她幫妳買包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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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可以嗎 那妳可以嗎 那妳要想要 這也好想 想實在話 我不太注意 只在注重的 妳是沒說 她剛剛玩笑的 中西文化上真的 那個隱食文化上 真的是差異很大 像之前我們家的話 每天一定大概都是 樣樣都來 每一餐都是 對 以前 後來 麥歷斯就說 怎麼要煮得這麼複雜 而且還放那麼多醬油 要怎麼吃 然後之後我們去法國旅行 然後去拜訪他們家的時候 我才發現他們家 就是一個主食 然後一個沙拉 然後吃完前還用那個 麵包 法國麵包 把那個盤底的那個醬汁 通通都吃乾麻醬 然後清清爽爽的 不像我們每一餐飯後 都剩下好多 油膩膩的 那個鍋碗瓢粉要處理 很久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回來台灣以後 我就 因為我們家有大男人 所以我就漸進式的 改善我們家的飲食文化 什麼 對 對 然後我就盡量採 地中海市的料理方法 這好有專業 好專業 地中海市的料理 而且羅勒 怎麼跟妳比 我甚至已經聞到一些 蘭霸的空氣的氣勢 有什麼味道 對 那個油 就改用橄欖油 然後就掃油煙 然後清淡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自己年紀也有了 然後就會有那個警覺性說 我們真的要改善我們的 他們那樣子吃是不是 比較感覺比較健康 對啊 這樣對全家人的 健康有幫助 然後我們曼莉斯 也吃得很喜歡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您剛才說的 我樂得很輕鬆 對啊 不用頭髮都是油 然後身上都是油 這個真的讓我很感動 因為他為了我 開始做法國菜 因為我們一起回法國的時候 他一直看我媽媽做飯 然後把所有的食譜 寫在一個小比奇面上面 對啊 他是去旅行的 你是商業間諜吧 他也買了很多做法國菜的書 暫時了做很多杏菜 因為這樣我可以像法國吃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很幸運有這樣的活活 因為他常常做很多 法國菜給我們吃 而且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吃起來跟法國一樣 真的很... 今天每次聊就做一道法國菜 要來給我們大家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沒有 下次有機會 而且他做起來 一定又有一些 一點那種華人的文化在裡面 對 一定... 而且我覺得PoPo很優秀 我覺得藉著飲食 來消除他的思想之情 用心 你此融合 我覺得此真的是很有... 為什麼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我覺得全家都改為法國口味之後 莉莉就是該妳做的時候了 對 妳是有遇過這種... 對 這太富能量了 因為他可以說台菜他不會做 所以可能都是婆婆要上菜 可是現在它口味改成法國了 她應該要... 莉莉妳有做菜給婆婆吃過嗎 她很會做甜點 對 我比較喜歡做甜點 但是做飯 我讓她做 合作 這樣非常的棒 家庭超棒的 其實我媽媽和我婆婆的個性不太一樣 因為我媽媽真的很喜歡走飯 打燒家裡 裝修房子 裝花 裝修房子 媽媽 對 很喜歡裝修房子 裝潢吧 布置 對 布置 可是Victoria比較喜歡學習新的東西 比如說優格、語言、國話 所以我覺得她們都是很棒的女人 但是這有一件事情我比較不習慣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我媽媽每天打燒家裡 因為我跟她一樣 我每一個禮拜打燒飯一次或兩次 因為我喜歡家裡很乾淨很正氣 比較不會打出多少東西 可是Victoria比較不是這樣 又一次我和我老公回到家 然後發現聞起來好香 真的聞起來非常好香 我很開心告訴我老公 你媽媽終於打燒家裡了 因為我已經很像 然後我馬上上樓去告訴Victoria 可是她的臉很像 她是不是在捏妳大腿 她的臉好像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然後過了五分鐘她告訴我 不是啊 我這是用 我想說 所以這是殺蟲劑的味道 妳沒有打燒家裡嗎 我的心裡面有點難過 妳難過的是 妳把殺蟲劑當作香水 還是難過Victoria沒有幫妳打掃 加油 這表示她長這麼大 沒有聞過滴滴滴 對啊 真的 她在樓下一直猛力的吸了 好極空 然後上來跟我講那樣 我覺得莫名其妙 後來我猛然才想到說 她該不會是把那個 殺蟲劑的味道當成香水 香水 沒有在掃家裡 這麼有趣啊 好可愛 有一天就說 她就穿了 穿在我們家 然後我就說 很好看耶 我說妳這雙在哪裡買的 然後她就說 我忘記了 然後好像是我下一次看到她 她就送我 天啊 我眼淚要熟 而且妳跟婆婆講話就說 妳那時候很好吃 她不是很好吃嗎 像婆班同學 對 像婆班同學 然後婆婆還會綜藝摔 OK OK 我覺得跟他們的關係這麼好 我會覺得心情很好 好羨慕喔 真的 好 所以沙白老實說 妳第一次看到婆婆的時候 覺得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妳覺得她好相處嗎 我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是我大概那時候十九歲二十歲吧 然後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看到這個身材 已經我已經辦不到囉 然後這個頭髮這個臉啊 就很美啊 然後我就覺得有壓力 因為有一次我老公跟我說 妳胖喔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看到她媽媽 她是真的不能接受 因為她身材那麼好 第一次我們是去吃飯 然後我真的都不敢講話 然後臉吃飯 我們是去吃吃到飽 我不敢吃飯 我就看到她這個身材 對啊 我說我吃生菜好了 就有吃紅蘿蔔而已 對 生的紅蘿蔔 妳吃到飽只吃紅蘿蔔啊 對 所以Rose妳平常 都是有在控制身材 是妳本來就吃不胖 早上運動 下午運動 然後晚上也要運動 她一天運動身材 而且是每一天喔 妳做什麼運動 可以維持這樣子的身材 早上練瑜伽啊 然後下午去健身房 然後晚上再拉筋一下 妳會不會先開衣服有六塊肌啊 快要了 快要了 真的假的 人與線 人與線 那妳是見面第幾次之後 才慢慢跟她可以講話 然後慢慢可以表現真正的字 輕鬆 第二次 太快了吧 為什麼 因為那次啦 就是已經那個 尷尬已經過了就算啦 對啊 那若是妳看到妳兒子 帶一個外國女朋友回來 妳又皺眉頭或是覺得 很開心嗎還是 沒有 超級開心的 對 然後雖然說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以後會結婚 然後就開始想像 好棒喔 我以後會有一個 會學兒寶寶的孫子喔 很可愛 一直無限想像 然後後來就真的美夢成真 真的成為我的媳婦 好厲害喔 聽到婆婆這樣講 真的好感人喔 真的美夢成真耶 真的 真的 美夢成真 超棒的 這一集也太溫馨了 好不習慣 怎麼會有多習慣 因為一開始就火爆 我們會受不了遲 你們是不是會忘記 準備那個耳機要先破 先戴上 十點四十兩根球就打起來 好 玩一點 開玩笑 其實很少吵架 或是有誤會 可是就有一次 我第一次 我已經當老婆了 然後第一次過年 遇到過年我想說 那我就跟我老公說 都已經當老婆了 應該要好好表現一下 可能煮個東西 對 那我就開始想 那我們 你們的過年 就像我們的聖誕節 那我就聖誕節 我們通常會吃什麼 一定是甜點 那我就開始想 那我帶什麼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工作很忙 幾乎就是一天工作 可能十二個小時 所以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準備 我想說我想一想 後來我就想到 Costco有賣 那個豪士多有賣一個粉 就是你加蛋跟油 蛋糕粉 你就可以搬一個布朗尼 然後我想說 這個一定很好 那我就在我們家的群組上面說 那這次過年我可不可以帶個甜點 然後我就說我帶布朗尼好了 他就說 是上次聖誕姐吃的那一個嗎 Costco的嗎 我說 我說 對 然後我好開心 因為他記得 他應該是很喜歡 然後他就說 可以不要帶那個黑黑的東西 我們不喜歡 然後說什麼 妹妹還覺得那是化學口味 然後我就開始 天啊 我就開始哭了 我想說天啊怎麼辦 然後我老公看到我在哭 他說 幹嘛 我就拿手機給他 我說你看 你媽媽說他不喜歡我做的東西 他說 他說你扣屁喔 他說那是Costco做的 你為什麼很那麼傷心這樣子 那你現在知道他有哭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好意思 有啊 我們唯一的那個小摩擦 就是Costco那個粉 對 因為後來就是我在他們家 這麼可愛 過年快要到達 我們要蹲餐去阿嬤家 我就開始洗碗 然後他就說 你不用洗了啦 你不用洗 那個我來就好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煮的東西不合你的胃口 我就真的洗碗 因為我心裡還在難過 還沒有講開 然後他才知道 然後要去問我老公這樣子 用洗碗來彌補那個 那個Bronny 對啊 好加分喔 沙白你的心機很瘦 會裝什麼悲情啊 心裡偏一下這樣 就是啊 你們是見不得別很好 不過說真的 國旗之間誰先哭誰就贏了 真的 真的假的 因為其實Rose也還好 那沙白在哭什麼哭 有這麼脆弱 不是 太緊張了 我們是嫉妒 我們是嫉妒 好 那Rose你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好笑 好玩的事情 對啊 就是他懷孕的時候 我都一直想要就是 煮一些雞湯給他補一下 然後雞湯就會想要加一些 紅棗啊枸杞啊 因為他們外國人 就很喜歡吃 就是生冷的食物 然後想說紅棗枸杞 讓他補一下 可是他都不太愛吃 因為女人就是要趁 坐月子的時候 把身體調好 對 所以坐月子的時候 就買來先 這樣才有第五個第六個的 混血寶寶啊 一定要調好 他一直生 買誰 買誰 你喜歡是不是 Rose的心底話 真的 真的 沒有 他真的很認真 在幫我配菜 他就是牛排 或是魚啊 月子餐有牛排 有啊 有 好高級喔 而且因為他女兒是營養師 所以他每天都問他女兒說 可以給他吃什麼 然後幫我累積 就是幫我設計一個菜單 就是說 今天有多少熱量啊 然後什麼可以吃什麼 可是妳有乖乖吃嗎 有啊 只是有一次我吃冰淇淋 妳怎麼會在這邊問呢 妳怎麼會有什麼好意思說呢 我都太單純了 妳都會把它吃完 對 妳怎麼會問她吃完 對 妳不要被我那麼苛刻 不然她發現怎麼那個垃圾桶 會買有蓋子 那就是洗食嘛 對不對 而且她還有一天 就是她生日的那一天 她知道我就很想吃冰淇淋 我們去的餐廳 就是剛好有冰淇淋 她就說 雖然妳在坐月子 我也帶妳出來了 就讓妳吃一口 這樣子 一口 我好開心 超爽 終於吃到冰淇淋 已經一個月沒有吃了 因為在美國 如果是剛生完小孩 就住 就算是剛生完的時候 吃冰淇淋也是OK的嘛 可以啊 她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冰淇淋都可以啊 隨便妳啊 冰淇淋不要再提到了好不好 我非常的愛 很好吃喔 我跟她一樣 因為我有一個姐姐 她是嫁給英國人 然後那時候 從那個嬰兒出來的時候 不是我們都會什麼 坐月子幹嘛什麼 你知道英國人不是 她們隔天 我那個阿姨打開門進去傻眼 她們叫了所有的朋友來 什麼 然後就抱著寶寶在家裡 然後媽媽也就是在那邊喝冰的 她什麼完全沒有 然後全部朋友這樣 然後男生全部喝酒 就在寶寶旁邊 傻眼喔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好正常喔 很正常 對啊 因為其實像我們農曆 七月不是剛過嗎 然後我們上次錄影的時候 寶寶不是有來嗎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哇塞 這裡如果有長輩在 她們一定會罵翻了 而且不是 你怎麼可以帶小孩出來的這個月份 前三個月是 對 還有前三個月 四個月都不能出門 四個月啊 四個月啊 對啊 我們是不是講得不該說 沒有...其實我坐月子的時候 我們還有出去喝咖啡 對 她很懂我 對啊 她坐月子的時候就想減重 太陽要下山了 然後我就看到已經背著小孩 已經走出去 那就趕快騎機車追出去 然後機車趕快放在路邊 我就陪著她一起走啊 她說不行 我要減重 對 她就要背著嬰兒減重 所以妳很尊重她 對 好啊 那我們就一起減重 妳還要減啊 一起運動 所以妳坐月子在家裡嗎 在她家 對啊 在她家 對 在她家 我們婆婆 在婆婆的家 還給我的家 然後我輩子來 她會不哪兒